工程人員忙著把道路挖開準備更換新館 趁著平日總是人潮汹湧的基隆廟口 因為防疫而修飾的難得機會 在水公司第一區管理處進場施工 將從1978年就埋設 早已超過20年使用期限的塑膠塑水館 改換成防震性家 能耐用40年的石墨鐵柱管 這個基隆廟口這一段的管線 其實我們水公司一直都想利用機會進來汰換 因為生意太好了 所以都一直要等待最好的時機 因為現在這個疫情的關係 這裡現在休息 那我們就趕快來協調 那時間空子在 盡量在7到10天內完成 最早最晚不能超過10天 那這樣如果順利的話 當然我們5天7天完成那是最好的 那希望說對夜市的基隆廟口 這個市場的影響降到最低 對於自來水公司進場施工 攤商代表表示贊同也希望工程能提早完工 救市員通知委則爭取一併處理人山路這段破損路面 基隆廟口夜市呢 因為二三十年來從來沒有休息過 所以我們自來水公司一直希望可以在那個自來水的水管這邊做一個更換 但是一直找不到機會 那我想我們這一次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找到一個完全休息的狀態 所以我們立即邀請自來水公司 然後來做一個這個評議 那自來水公司同意他們也非常期待說 希望可以在這個時候可以來做 然後一次也做廟口路面的拋鋪 所以一次會完成我們整個路面上面的更新 路面拋鋪的時候 我本來就知道這路面很爛 問題我就一直不去更新就談這個事情 營業的問題 自來水公司我早就有講說要做這個 那就最後一次做完再鋪就好 比如說鋪人又再挖起來 然後再鋪一次 不讓你那個錢 但是我有跟那個自來水公司要求一點就是說 我要路面鋪的那個力氣我要用好的 則工程預計5月底完成 如果順利的話希望能提早完工 讓重新營業的金融廟口 以更優質的用餐環境迎接遊客的到來 記者張啟燈金融報導